美国总统拜登4月25日表示 在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24日以压倒性优势赢得连任之后 并未接听他打过去的祝贺电话 24日晚上法国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结束 法国媒体公布的最早出口民调结果显示 现任总统共和党前进党候选人马克龙的得票率为58.2% 赢得了此次大选的胜利 马克龙成为继希拉克之后 20年来第一位成功连任的法国总统 拜登表示在马克龙与埃菲尔铁塔举行庆祝派对时 他打过去的祝贺电话却是由马克龙的工作人员接听 他将于25日再次尝试拨打祝贺电话 马克龙获胜之后 多国首脑表示祝贺 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 普京25日在一份声明中称 我真诚地祝愿您在国事活动中取得成功 身体健康 幸福安康 根据了解 美国总统与外国领导人的通话 通常是由白宫工作人员事先安排的 以避免出现急性或者尴尬时刻 这已经不是外国领导人首次拒绝拜登的电话 华尔街日报上个月报道称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·本·萨勒曼 和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 穆罕默德·本·扎耶德·阿勒纳哈扬 拒绝与拜登就增加石油出口 以抵消俄乌冲突的影响进行对话 请不吝点赞订阅